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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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望此去 不歸其 情等来生再续 如争取 万物流星 等星燃尽 不火蹄 一望未相度火 唤醒唐轻君一拼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曲 惊喜和喜 两首难回天注地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而添付 等白云都散去 生命越叹息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而添付 等白云都散去 生命越叹息 他们怎么这么没有人性 不但杀了我娘 还用我娘威胁我 还再次伤害了你 我要杀了他们 芸汐 你冷静一点 我娘都被杀了 我怎么冷静 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 明白吗 放开 放开 电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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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彆 Dia 什么事 飞夜哥哥 西风回来了 等芸汐醒了 我要你帮我办件事 情况如何 一切顺利 已经把人引入了神庙 用不了多久 陛下便会知道 太子秘密研制毒蛊人的消息 这招偷梁换柱 可是我想出来的 我下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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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芸汐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次做得好 给你继上一功 都管那个天徽帝 三番两次使他 早知道就早点把龙天末 制造毒蛊人的事情 透露给他 免得他一天到晚 追着我们不放 毒蛊人不除 如何能让天徽帝相信 时机正好 由不得他不信 七少 楚清歌那边来消息了 这次计划结果如何 失败了 真没有想到 对付龙非夜还是那么不容易 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 龙非夜是不是毒蛊人 北历那边屡屡施压 七少虽然铲除了国舅 挑拨了天徽 太子和秦王的关系 但现在的局势变化 也很令人担忧 秦王势力健大 也是天宁百姓心之所向 百肃担心 就算铲除了一个天徽 却迎来了一个 更棘手的秦王 你说得没错 现在父皇和王兄 很想得到毒蛊人 这突破点 应该就在龙非夜的身上 而他的弱点只有一个 秦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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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不来救我 我就去救山 艾妃你终于醒了 陛下 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太医说你需要静养 记住 以后不能再这么鲁莽 知道吗 陛下 即使是再来一次 臣妾也还是会这么做的 因为陛下的性命 比臣妾的性命 更重要 在你伤好一切 你就留在朕的秦宫吧 这不合规矩吧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朕就是规矩 你就安心地养病 其他的事 有朕 知道了 是 启禀陛下 他们回来了 就在殿外等候 陛下 还是要以国事为重 你好好休息 嗯 属下失职 未能追到假扮督谷之人 是假的 老奴参见陛下 秦王走了 是 可曾有看见 秦王有什么异样吗 回禀陛下 老奴不眨眼地盯着 秦王殿下 只是身体虚弱了点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 只是 楚西风没有跟随在侧 来接秦王殿下的人 看着灭生 如此看来 秦王还是有协议 给我派人 严密监视秦王的一举一动 臣 遵旨 陛下 还有什么事 属下一路追踪假的毒蛊人 到了之前关押独宗的神庙 发现佛寺内 还有人在研制毒蛊人 你可查清楚是谁 回陛下 是太子殿下 下去吧 是 这个逆子 虽然转移了陛下的注意力 但是以他多疑的性子 还不足以消除对殿下的怀疑 怀疑 怀疑就怀疑 没有证据 他也不能怎么样 现在龙天墨 制造毒蛊人的事情已经被发现 就能使得他们父子二人相互猜忌 以天徽帝的性子 废除太子的事想 杀了他都有可能 太子惊慌失措之时 我们只要稍加利用 自然会为我们所用 相互的影响 非夜哥哥已经将你赶出府了 拿着你的东西赶紧离开吧 我不相信 你让我见他 我告诉你 我和非夜哥哥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我要见龙非夜 你告诉他我要见他 他已经不要你了 我为了非夜哥哥可以舍弃性命 而你韩芸汐为他做了什么 你差点让他在皇帝面前忘露身份 你差点害死了他 你有何也没留在他身边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 你就可以让非夜哥哥身受重伤 若是有意 岂不是要了他的命 你是想让韩家和秦王府一起跟你陪葬吗 我只想见他一眼 殿下 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秦王府 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我娘的尸骨葬于何处 在汤门 宁静会带你去祭拜的 多谢殿下这段时间的照顾 芸汐就此别过 詞曲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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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工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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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倫 随远风灯 吹散尘香 江门清 烟伤 抓一尾短 归入药堂 相思泪 许断心头伤 年儿凉 守护在纸上 摇影时 荒凉 搬下星月 照千里光 与君一别凉 苍茫 听了思绪 归几几 探了深海诗 如真去万不留心 奔心燃尽 轮火听 遗忘归相途过 唤醒唐 轻君一平 与心里 模糊眼睛 却清晰了曾经 探一句 清醒和醒 搬起 描手呢们回应之意 夜心里 紧实回忆 远堆北梨无恙能雨 任有擬 耳天无依 任分沮 月月深深叹醒 想一想想最后的摇晃 漫漫的风声 指望着迷在的方向 想你是否也一样 明朗四驱 归轻轻的来生帮许 全群无心伤心 等心燃尽 路火亭 一万万病未先行 雪踏进军一笔 与心里 保护远近 却清晰了风景 但一句 惊喜或喜 描述难回天处理 天心里 蒸汐回忆 偏偏被零两分云 人有情 耳天无依 再去 明月深深再昔 人有灯所 T' T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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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熙 芸汐 她不会被秦王 赶回娘家了吧 没出阁的时候 就敢夜不归宿 如今嫁了出去 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 今世害俗的事情 被秦王府给赶了回来 这要是传了出去 这简直 就是我们韩家的齐齿大力啊 你身上的毒 也只有你爹我能截得了 父亲这是成人对我下毒了 你我父女 从此恩断义绝 你赶了回家 是 洛雪啊 你有了这样的姐姐 这今后还怎么戒人呢 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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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我保护不了你周全 只能换你自由 唐离 你干吗呢 我去接杭芸汐回来 奇了怪了 你不是一直不喜欢韩芸汐吗 反常即逝妖 老实交代 交代什么呀 韩芸汐走了谁来一支毒宗 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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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瞒了我多少诗啊 我 我没说毒宗啊 你以为我是笼子吗 什么毒宗啊 美人血啊 到底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美人血啊 唐离 你到现在你还不说实话 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 毒丫头怎么样了 七少放心 我和朱渝已经把她擦干身子了 只是韩姑娘您的雨正在发高伤 整个人灰昏沉沉的 有些神志不清 七少 如果韩芸汐不回秦王府 我们找毒宗的线索 就断了 这事你就不用管了 等毒丫头的身体好了以后 我们再做打算吧 七少 此事容后在意 七少 你们瞒了我这么多 现在该如何是好呀 只能静光其变了 之前还好好的 你说 师兄这样的男人 说变性就变性 你们男人啊 真的是难以捉摸 喂 你别乱扣帽子好不好 你才见过几个男人 我见的确实不多 但可惜啊 都是下乘祸死 你 好 我不给女人计较了 我觉得我哥做的是对的 男人就应该干那事 怎么能陷入这些小的情谦爱道 你不得 远不离你 对了 我告诉你啊 这事一定要保密 放心吧 我不会拿师兄的姓名开玩笑的 这雨下这么大 韩芸汐会去哪儿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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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人 god 你伍川 七少 殿下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殿下 你们俩 好好照顾他 我再去给他配些药 龙非夜今日下朝骑马回府 不明白为何他更喜欢骑马 龙非夜今日下朝骑马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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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非夜天 龙非夜今日下朝骑马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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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看什么呀 什么事 哥 你该不会 是在想韩芸汐吧 说正事 一切都在计划中 天徽帝已经派人去神庙了 你们动作都快点 练好毒蛊人后 本太子重重有赏 多谢太子 嗯 参见陛下 我 父皇息怒 父皇息怒 请求父皇原谅儿臣 儿臣再也不敢了 你不敢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你死之毒蛊人 是想对付谁 是对付朕的吗 父皇归为天子 儿臣从来不敢有剑月之心 儿臣只是为了自保 请父皇明察 自保 你身为太子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还有什么不足的 儿臣不敢有何不足 但儿臣只是害怕 舅舅已死 父皇待儿臣一日不如一日 还把毒宗之事 交给了二皇帝 儿臣战战兢兢 一时糊涂 请父皇原谅 你给朕闭嘴 你还用恋眠提你舅舅 枉费他处处对你好 儿臣自幼丧母 如果儿臣的母后还在 儿臣也不可能如此糊涂 儿臣一直孤苦伶仃一个人 不但得不到父皇的官案 父皇还派人监视儿臣 儿臣 实在是 生无可恋 不如父皇将儿臣赐死 好让儿臣早日下去 与母后团聚 省得父皇看着儿臣生气 你刚才说什么 把你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儿臣 儿臣请求父皇宽恕 说 儿臣 儿臣说 儿臣一直孤苦伶仃一个人 不但得不到父皇的官案 父皇还派人监视儿臣 朕什么时候派人监视过你 你说 要不是你研制毒蛊人 坏了朕的大事 朕怎么知道你研制毒蛊人 父皇 儿臣冤枉啊 儿臣研制毒蛊人从未成功过 所有喝过毒蛊药水的人 都已经一命呜呼了 又怎么可能耽误父皇的大事呢 好一招栽赃货 来人哪 把太子押进昭阳殿圈尽 没有朕的允许 不准出昭阳宫 我 他 启父皇 请陛下息怒 朕是气死朕 朕是恨体不成纲 太后娘娘驾到 参见太后娘娘 陛下大怒伤身 保重龙体为先 母后 太子真是不堪大用 我知道 太子自幼丧母 难免有行差踏错的时候 但储君 乃是一国之根本 如果要动 陛下 考虑一下江山设计 况且 如今朝局动乱 外有强敌 忽视眈眈 内有秦王心怀不轨 秦王势力健大 在民间的呼声 也日益高涨 陛下 陛下 现在废太子 实在不是一个好时期啊 朕何尝不止 目前 你唯一的对手 就是秦王 上次你让哀家配合 想用计逼出他毒蛊人的身份 无奈 我们没有抓住真凭识取 秦王 实在是太狡猾了 江振和太子 玩弄于股掌之间 实在太可恨了 毒蛊人刺杀朕 包括太子制作毒蛊人 一定都是秦王所为 其实 哀家早就对秦王的血统 有所怀疑 只是 苦于没有证据 又破坏了你们兄弟之间的情意 既然陛下 现在也对秦王有所怀疑 哀家 就多提个醒 所谓民意如流水 秦王的民意不高 陛下 也可以借助民意 乱了他的军心 母后的意思是 放话出去 秦王并非真正的皇室血统 而是民间流传很久的毒蛊人 我倒要看看 他还是不是神德民心 母后所言极实 立刻吩咐下去 老奴遵旨 我们还可以戳戳他的软肋 韩芸汐 内忧外患 纵使秦王心怀不轨 也得消停几日 你听说了吗 那秦王啊是毒蛊人 大家都这么议论 难道是真的呀 据说啊 他这个秦王身份都是假的 他根本没有天宁皇族的血统 噓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非裔诽谤皇族的事情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千真万确 我有门路 这消息啊绝对可靠 太子不是想见我吗 先生 太子研究毒蛊人的事 被陛下发现了 现在被关在昭阳宫 什么 太子命我来求先生 请先生赶紧想想法子 父皇 现在事情十分顺利 整个皇城的百姓都在议论 我想用不了多久 大家就会认定秦王 冒充皇室血统 而且就是隐藏毒蛊之人 天青 这件事情你做得不错 儿臣本是戴罪之神 是父皇垂炼 给了儿臣将功赎过的机会 儿臣定不敢让父皇再失望 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你懂事了不少 不像你那不成器的长兄 大哥 他应该是一时糊涂 闭嘴 这件事情不许再替他求情 你先办好朕交代给你的事情 朕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 他们敬爱的秦王 岂真是面目究竟为何 是 儿臣立刻去办 宁静 你急匆匆地干什么呀 不好了 现在外面都在传言说我哥是毒蛊人 并非天宁皇族中人 他们怎么知道的 一定是韩芸汐 怎么可能 皇宫中传出流言 说太后寿宴当日 我哥与西丘高手比武受伤 韩芸汐在医治她的过程中 用银针封住了她的穴位 导致经脉逆转 献出毒蛊人原形 那陛下可知道这些事情 民间传言未必都可信 但是韩芸汐一定是最可疑的泄密人选 我不信 芸汐不可能这么做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一定是韩芸汐被赶出去之后 怀恨在心 报复我哥 芸汐她不是这种人 你才认识她几天啊 那师兄知道这件事吗 坏了 都怪你在这儿啰里啪梭的 我得赶紧把这事告诉我哥 你自己办事不劳 可怪我干什么 别废话了 赶紧跟我走 你 你竟然把自己的真实身份 都告诉了她 一定是她对你怀恨在心 向太后揭发了你 我相信芸汐 一定不是她做的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她 就连这件事情都要告诉她 她是我妻子 非夜哥哥 你别忘了 你已经把她赶出了秦王府 她不再是你的妻子了 幸好她不在秦王府 否则这个谣言 会给她带来上海 即便她不在府上 她也是我的妻子 她是你的嫂子 我希望你能够尊重她 嫂子 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哥哥 自然不会把一个外人当成嫂子 哥 大事不好了 外面 外面都在说 我都知道了 知道了 他们都在说 是芸汐用银针 让你献出独国人的模样 这是真的吗 这件事情 一定是天徽帝传出去的 她想让我们自乱阵究 那芸汐知道你是毒蛊人了 现在韩芸汐不但知道 非夜哥哥是毒蛊人 她还知道了 非夜哥哥的真实身份 唐离 传我令下去 府上的人不准议论此事 更重要的是 不要让我母妃知道 好 师兄 那现在怎么办呀 有个人 一定在等着我的 给皇兄和太后请安 四弟伤势还没有痊愈 快快请起 谢陛下 母后 刚刚还跟朕提起四弟 不知道四弟 可曾听说民间的传言 陈弟正是因此而来 民间的那些传说 都是一些无稽之谈 朕和母后都不会相信的 只是 只是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对吧 是真是假 时间会证明一切 事情 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母后 朕 是绝对相信四弟是清白的 只是现在宫中的文武百官 都上奏折信以为真 朕 也是难做 皇兄明鉴 还望给陈弟一个机会 让陈弟 为自己洗清冤屈 四弟放心 朕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 只是为了四弟的安全 在洗清冤屈之前 希望四弟和部下留在宫中 不要出门 朕也会派穆将军 带兵去保护秦王府 谢皇兄恩典 下去吧 是 陛下 真是好计策 这只是第一步 陈弟 明湘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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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毒发而已 喝点药便好了 你都吐血了 怎么会没事 你别担心我 千万不要和非夜哥哥说这些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你把那碗药带给我 我扶你起来 小心 喝药 喝药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就算不告诉我哥 那总得请个大夫回来看看 你这样 怎么让人放心得下 我没事 以前也经常这样 习惯就好 喝下这药 睡一觉便好 况且现在非夜哥哥的身世 已经使他们怀疑了 我要尽快养成美人血 否则到时候 非夜哥哥病发 就真的回天无力了 明湘姐 你为了我哥 真的付出太多了 只要是为了非夜哥哥 只要是为了非夜哥哥 就算是获出性命我也愿意 你不必为我担心 人固有一死 遭死完死都是一样的 如果能死得其所 那这一生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没事 你快走吧 那你小心点 唐玲 唐玲 你怎么半夜三更的 从百里茗香的房间里出来的 你怎么了 怎么眼睛红红的 是不是百里茗香欺负你了 除了你 谁敢欺负我 你怎么哭了 我只是觉得 茗香姐她太可怜了 分明是她先认识我哥的 为了我哥还付出那么多 可是现在却 那个韩芸汐有什么好的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两个人的感情 哪有先来后到这一说的 而且啊 各花入各眼 你喜欢山珍海味 没准师兄就喜欢青州小菜呢 我还是那句话 两个人的感情 外人是没有插手的余地的 再这么下去过不了几天 茗香姐她真的就要命丧黄泉了 百里茗香味师兄 牺牲得也不小啊 嗯 也不知道芸汐在哪儿 不然的话她肯定有办法 她现在肯定恨死我们齐王府的人了 怎么可能还会出手相救 我们是好姐妹啊 我只要能找到她 肯定能把她劝回来 她 她在幼鬼谷 你怎么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 好啊 你们都把我当小孩 什么都不告诉我 走 我们去找芸汐去 不行 我得守夜 救你神多 晚上不安全 等天亮了我陪你一起去 这是不是代表你在关心我呀 算我没说 好 七少 韩芸汐已经醒过来了 真的 那太好了 你好好地守护她 问问她有什么需要的 我把这药弄好了以后就过去看她 她现在情绪低落 一直躺在那里一不理人 我们可是好心收留了她 这个落魄的秦王妃 难道还要我们看她的脸色吗 别胡说 她是心情不好 非夜 怎么回事啊 慕将军 为什么把秦王府包围起来 莫菲不必担心 前日太后授业 毒蛊人刺杀陛下 陛下怀疑此事和我有关 故而发纳 这一定又是太后的奸计 母妃不必担心 儿臣没事 太妃 儿臣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母妃先回房吧 好吧 殿下 殿下 我们再这么软禁下去 根本就去不了庸哥 毒宗也没有办法医治 哥 还有一件事 宁静可能需要硅谷 找韩芸汐了 火了 你们来这么多的做事 我们对然而来 入育力 你们接触